三十多歲寄信台電工程人員 站在電線桿旁施工 突然火光一閃冒出濃濃黑煙 同事健壯趕快打119救護車到場 時寄信工程員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倒在同事懷中 救護人員跟同事趕快竭力CPR 一邊搶救一邊送往醫院 事發在彰化和美 雖然寄信工程員在急救後 恢復生命跡象 但還在昏迷 給插管治療 意外發生時不只附近的民宅停電 還發出爆炸聲 民眾都被嚇壞 意外當時臺電是在執行電線桿 加裝線路開關工作 為何會觸及到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 勞動部前往急查 工作結束之後把防護器脫掉的時候 發現那個保護套脫落想要裝上去的時候 身上 手上是沒有穿那個 那個學員手套是脫下來的狀態下 他去裝那個保護套 結果發生了一個感電的意外 勞動部說寄信工程員當時沒有帶 絕員手套觸碰融絲鏈開關 導致觸電有公安疏失會依照 治安法處臺電三到三十萬罰 華恩華視新聞紐學線線 宗謝忠義彰化報導